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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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一世傲骨 不须便宜 明日何时启程 灯雨停轮就启程 那师父早点歇息 心事最藏不住心事 低头寻找的光景 倒闭后清晰 每一批都是想你 哪怕从此陌生意 我依然记得来世心情 才更能忘你每个踪影 那一年的自己 晴篇天意 花光一生运气 原来我这批勇了一生 只为你挥手不回去 当一切归于平静 我也好看清 月下是谁的身影 原来你早已注定 今天这终于是 天下 以后 咱们人请用 看一眼 天下 天下 家伙子 你 的 天下 大靠地 我 这 天下 大靠日 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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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炕书院环玉 谢翠姑娘赠书 环先生 有缘再见 我们一定有缘 会再见的 我和你们小夫妻可真是有缘 去时我送的 现在回来又是我接的 传家你误会了 我们不是你想 专家 你日日在此度人 可有听过或见过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这江河畔啊 故事多着呢 长江上游的支流乌江啊 就有项羽别淤姬 还有西施救国之后啊 被沉了江 也有人说 他是和相爱之人泛舟五湖了 小娘子喜欢欢喜的结局啊 总比陈江好 结局遗憾的不必讲了 那就讲英雄 周郎赤壁 看来小娘子你都听过了 那便讲最近的 四年前啊 北面的小南辰王 挥兵南下 打造了这个江南边 就驻了军 他与南霄的一位郡王 共同携手 打造了一座小楼 其后啊 圣邀西南部族 西面和北面的手里 前来自小楼一合 这一座小楼 定江楼 姑娘小的 略有耳闻 听闻 他们当夜依图定江 一日五人毁楼而去 留下了十年 互不相反的君子之缘 对 对 就是如此 那楼啊 就建在那儿呢 这一次我让人搭了一座定江楼 只可惜他们已经拆了 应该带你去看看才是 定江楼 定江十年 不顾勤奋 那与百姓是件大功德了 不顾勤奋 这一年呢 这一年呢 本王给你准备了数年的圣禅 你却一次都没给本王背过 下次回来的时候 试着教育上师父好不好 或者教育去周生辰也可以 这家人 那是男者王君的旗子啊 恭迎殿下 殿下 师父 殿下 你要交接军权 做事多 不用帮我们当客人 去吧 是 贫僧出去走走 南寿阳本想着 让你和哥哥多相处几日 可以缓和一下心情 没想到 让你更加难过了 弟子有疑问 问吧 若两人真心相待 却因种种缘由 不得相守 随之该放下 但又放不下 该怎么办 师父 也不知该如何做 是吗 在书院 环玉也问过同样的问题 她问我是否后悔 年少历世 无期无子 本王也不知该如何回答 不过在江边 传父的话告诉了你 无论是否后悔 一切的选择 都是值得的 是否还能够 那天是否就是 她的选择 鸡尾 许多富二 补卦吗 他们说你只为战士而补 怎么忽然要为我补卦 对姑娘是个例外 殿下北伐时遇到城池被图 旧下的人全部送回了原籍 我不知自己原籍是何 北营送去临近的太原郡 因为眼盲被殿下收领 更有幸被军师收为了义子 我知道 所以你被军师赐名泄尘 威胁师父收留你 姑娘难道不好奇 殿下为何独独收留了我 有特别的理由吗 殿下当时对我说 王府里有个姑娘 患有失欲症 她看见我 就想起了那个姑娘 姑娘想问什么 问 姻缘 姑娘不答就是想问了 那便姻缘吧 你就会有事吗 那你也不想问她 你会有事吗 那不好 你还要想问她 就会在应该问她 快听了 我先问她 你要想问她 我先问她 你不想问她 我跟你继续 你怎么问她 我握她 你不想问我 好 你留下来照看谢臣 姑娘已赠人数千卷了 怎么又要送 这些书我都看过了 留在此处只能是藏品 书院有许多寒门弟子爱书如命 送给他们更有用 诸位将军都在陪贵客 你躲在这儿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跟殿下闹脾气 我看外面车队还在 现在去还来得及 我不想去 闻玉爱书如命 不认识你 真是三生有幸 师父怎么没去啊 正要去 玩得尽兴些 他们已经走了 我在等你 见你一直没有下来 就上来催催 等我做什么 夜游西州城 过去西州是都城 宫中御厨常住此地 后来形成了习俗 就有了这条街 汇聚了四海极镇 你尝来啊 刚到西州的时候 尝尝来吃 走 我带你去吃一个更好吃的人 走 快来看一看了 看一看了 青蛇羊 就是这儿了 坐了 主舰察会 羊头每桌都有啊 过来看一看了 新鲜的羊皮 羊头羊肉 每桌都有了 来 过来看一看 敢问这位兄台 可否让我们分一床 我们带着兵器 刚才找了很多座位 他们都不敢分座 请编吧 多谢 你们也是从城外过来 吃这个新沙羊的吧 是啊 你们呢 徐医民主 建功立业 那行到了吗 我们兄弟两人 来到西州 奔向去投奔 小南陈王 只可惜 羊汤来了 您的羊汤 谢谢啊 哥 多谢 几位慢用 只可惜什么 跟着西州的这位 只能够拼命 搏一个好的名声 我们想得到的 却得不到 我们卖命 并不是为了名声 是为了富贵 虔诚 是啊 这小南城王不爱金银 不爱江山 连女人都不爱 我听这里的人都说 跟着他的将军 都是如此 不讨风赏 只求报复 这种人啊 我们可做不了 所以呢 你们想投靠谁啊 太云君的金融 跟着他至少一时无忧 富贵不愁 来 别放到汤里面 才好吃 太云人好了 先走 老船 江山更不爱美人 普天之下也只有他一人 能当得起美人骨的圣誉了 好 殿下 我还在想 殿下这事 原来是崔姑娘 不要乱说话 小心坏了殿下和王军的名声 殿下又要去 为何 开城门 先拼马过来 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父常来此处吗 我第一次受重伤的时候 就是在这儿 十几岁的时候吧 那一场仗陷胜 伤亡过半 留下了失膳血痕 那一次我胜得不痛快 在此处大罪了一场 其实跟着我并没有任何的好处 多年来南辰王军立功无数 我却被朝廷提防 指着不能给下属求得应有的封赏 亏对于他们 我们求到从来不是这些 懂你的人也不止在王军和王府 给阿舅守孝时 我和阿娘常谈情 我和娘说 在外人眼里 南辰王军有七十万 坚不可摧 可兵越打越少 投军的人又不多 如此打下去 再强的王军 也会有消失的一日 阿娘说 兵打没了不要紧 西州周生 为官内百姓守了西州半生 若有一日落魄了 随时将以书院想走 娘还说 江山一主常有 而英雄千古 我不是英雄 我也有私心 我也有自己想做 却不能做的事情 literary people 不断走 明天早就还 الذي 看看 其他这了 国兵 第5月 dém160 在一步 没问题 放下 无论去什么地方 总要去签马路 进去吧 你怎么知道这里有荒废的屋子啊 是我下令 让这里的村民遣走的 早年啊 子弟争兵 南丁大夺战死 只留下了十几户 劳若妇孺 小语几年前把他们迁走 安置在了西州州 谢谢 谢谢 我说那个后商 先把头发擦干啊 你一直擦脸做什么 头发失忆 可要生病的 啊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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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坐 你认识 小男子生得真好 你若喜欢 一起带走 此处距西州不远 就不要多生事端了 我可是害怕那位小男陈王 错了些话 要走吗 不知道外面的情况 先等一等吧 屋外的朋友 要进来考考虎吗 这儿还有个空屋的 我们先生活 那就不客气了 此地离西州太近 还是趁早走安全 天亮动身 怕是 胖赏男神王军 不客气 咱们就说是被打溃散了 这四处打仗 没人知道是哪个郡啊 一天 也就是 明天 平时 往显 放左套 我心里不踏实 师父教给你一个道理 凡事已经发生的事情 都是必然的 讲多了也没有用 既然你不想睡 不如我画一个棋盘 我们一起吧 我和师姐常聊你 是吗 都聊什么 很多啊 大小事都有 比方说 你世袭舅舅的封号 自己擅自在前面加了个小字 以示家臣 就因为这个字 被先帝书信教训 说你私改封号 母为君上 那都是皇兄骂给别人看的 就因为你立了功 先帝 当真没怀疑过你吗 这都不重要 为什么不重要 你多年领兵在外 无期无子 若这样还要被怀疑 我都替你委屈 我领兵在外 不是为了保江山 是为了境内再无战火硝烟 我只希望 百姓可以追言不断 将军 雨停了 嗯 殿下和姑娘的感情真好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夫妻 下棋下了一个时辰了都还不腻 就怕你说这样的话 嗯 殿下开着这半山门 这半山门 可是保护了崔姑娘的 清白和名声 嗯 你又赢了 不赢你如何做你师父啊 你定有所保留 会将全部奇异传授于我 or your friend 安 诠任了 承认 还不休息啊 再来 再来 那下一局 我要赢得慢一些了 这花期盘可比下棋麻烦多了 Mr 小孙杰 殿下有何吩咐 会画棋盘吗 这 算了 用点吃的过来吧 末将领命 你那我去 走吧 等一下 稍后师父回城 会碰到许多百姓 殿下可以启程了 好